嘿大家好我是大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LumaFusion可以说是目前iOS系统上体验最好的视频编辑软件 它含有大量的专业级功能 对于新手来说刚刚上手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不用担心 在本期视频当中 我会教你如何快速上手LumaFusion 实现完整的视频编辑过程 并且在本期视频的最后 还有精彩的福利等着你哦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期视频当中 我不会面面俱到的把LumaFusion的每一个功能都涉猎到 我只介绍能够保证剪辑顺利完成的几个关键的步骤 以便你可以迅速的上手完成你的第一支剪辑作品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将按照以下流程展开今天的内容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 OK 这就是你首次打开LumaFusion时候看到的界面 首先 我们先了解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帮助和设置按钮 长按这个按钮 可以呼出帮助提示文字 可以帮助你快速的了解每个按键的功能 对于新手来说 简直是太有用了 我们首先点击左下方的创建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然后我们给这个项目起个名字 接下来你要选择帧率和帧数纵横比 帧率要根据你所使用的素材进行选择 比如我使用佳能的G7X Mark II来拍摄 它的最高帧率是59.94 也就是相当于接近于60帧 所以我日常的时候会选择59.94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素材是24帧的 所以我在这里边选择24 帧数纵横比 我通常选择16比9 这里面预设了很多不同的比例 你可以根据你的项目需求进行选择 比如说你选择1比1的正方性比例 或者是2.39比1的宽荧幕电影的一个比例 当然这些参数在你创建项目之后 依然是可以进行重新修改的 那么现在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新建了一个项目 进入项目界面之后 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功能键 这时同样可以长按帮助和设置按钮 快速了解每个功能键的用途 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编辑界面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分别为素材区 预览区 和时间线 素材区顾名思义就是素材源的导入区域 预览区就是对素材进行预览 浏览的一个区域 时间线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时间线里完成的 比如对素材片段的剪切 排列顺序 添加转场 添加标题等等 这些效果都是在这里进编辑完成的 现在我们把拍摄好的视频素材导入LumaFusion 我通常会使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利用AirDrop导入素材 这也是我最常用的办法 将拍摄完的素材通过电脑利用AirDrop传到iPad上 导入的视频素材会默认保存在iPad照片里 点击左上角的资源库按钮 选择照片 这里就是你iPad照片里的所有内容 我们选择相册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已经事先创建好的素材相册了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网盘导入素材 如果你的素材保存在iCloud或者其他云盘当中 可以点击导入媒体按钮 LumaFusion支持多种云盘服务 包括常用的iCloud Dropbox Google Drive 以及第三方的无线网络存储器 我通常会使用iCloud导入 在这里我们点击文件 选择iCloud Drive 找到素材存储的文件夹 点击素材文件 当文件下载好之后 它会自动保存在LumaFusion资源库里的 已导入文件夹内 另外LumaFusion中内置了Storyblocks的在线资源库 提供多种类型的视频及音频素材 但想要快速流畅的预览素材 对网速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通过付费订阅可以免费使用资源库里的无版权素材 目前订阅费用为年费488元 月费70元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将素材导入iPad之后 接下来就要选择你需要的素材片段进行剪辑了 选择视频片段 点击播放按钮可以先预览片段 在预览窗口里 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片段的入点和出点 对素材进行粗节 然后按住预览窗口 将选好的片段拖拽到时间线上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将整个片段拖入时间线 然后再编辑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时间线上有两个不同颜色的轨道 蓝色表示视频轨道 绿色表示音频轨道 如果你将视频素材拖拽到音频轨道上 那么它将自动变成音频 最新版的LumaFusion 同时最多支持6条音频轨道和6条视频轨道 我们可以利用双指 对时间线上的片段进行缩放 利用切分工具或者双指同时点按屏幕 对片段进行切分 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 点击切分工具 会同时切分时间线上的所有轨道 如果想要单独切分某一个轨道 需要先选中片段 然后再点击切分按钮 点击撤销按钮 可以恢复上一步操作 想要对片段进行编辑 可以点击形状向铅笔的 片段编辑按钮 或者双击片段 进入片段编辑界面 在这里可以对片段的大小 位置 播放速度 音量 颜色等等 进行参数调整 关于片段编辑的详细内容 我们下一期再介绍 接下来让我们在不同片段之间加入一些转场的效果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第一种方法就是点击左上方的资源库 选择过渡 可以看到系统已经预设了多种形式的转场效果 我们直接把转场效果拖拽到两个片段之间就可以了 或者你也可以点击添加片段 选择过渡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方法只有在时间线处于两个片段中间位置的时候 才能添加过渡效果 并且只能添加默认的一种效果 另外我们还可以调整转场特效的持续时间 接下来我们为视频片头添加一个标题 和添加转场效果的方法类似 同样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资源库 添加标题 点击左上方的资源库 选择标题 这里系统预设了多种形式的标题样式 给我们选择 我们可以直接把标题拖拽到时间线上 双击标题可以进入编辑界面 可以对标题的文字进行自定义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添加片段的方法实现 点击添加片段按钮 选择覆盖标题 或者主标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覆盖标题是 添加在视频片段轨道之上的标题 而主标题是添加在主时间线上的标题 对视频片段没有覆盖作用 并且只有在时间线处于两个片段中间的时候 才能加入主标题 原理和通过此方法添加过渡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想为标题增加淡入淡出的效果 可以利用过渡效果中的Deep来实现 将这个效果分别拖拽在标题的前后两端 即可以实现标题的淡入淡出效果 同理这种方法也适用于视频片段的淡入淡出效果 最后可以根据需要为视频添加背景音乐 当所有的编辑工作都完成后 我们需要把项目导出 点击右下方的共享按钮 这里面提供了多种的导出形式 可以将项目导出为视频文件 或者仅仅是音频文件 也可以将编辑好的项目文件 以LumaFusion项目包的形式进行备份 这里的快照功能 就是将此刻预览窗口里的画面 以最高分辨率来截图 然后保存在iPad照片里 这一次我们准备把文件导出为视频文件 所以我们选择电影 LumaFusion支持将项目文件直接导出到不同类型的平台上 在最新版本当中也增加了对微博的支持 通常情况下我是先把视频导出 存放在iPad相册里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选择照片 导出之前还可以对视频的分辨率 帧率和视频的码率 还有音频质量进行设置 在这里建议大家 分辨率帧率的选择不要超过你原始素材的最高参数 视频的质量 这里指的就是视频的码率 这里我建议选择标准就可以了 音频质量就是默认值就好了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分享按钮 那么现在就开始导出视频了 我喜欢LumaFusion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它的导出速度非常快 最后如果想将你制作的视频 上传到自己的b站 可以使用Safari来完成 最新版的iPadOS当中 对Safari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现在iPad上的Safari 已经具备了桌面级浏览器的性能 所以我们可以像在电脑上上传视频一样 从照片当中 选择我们制作好的视频 轻松上传到b站 通过我的演示 相信小伙伴们已经初步了解了 LumaFusion的基本功能 并且我相信你已经可以轻松上手 进行简单的剪辑工作了 LumaFusion这款软件在苹果的App Store上面 目前的售价是198元 价格不算便宜 为了让更多人可以体验这款功能强大的软件 本期视频将选出五名幸运的小伙伴 其中两名小伙伴每人送出 LumaFusion的正版软件一份 另外三位小伙伴 每人送出storyblocks资源库一个月的使用权限 参与方法很简单 首先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转发我这一期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并且at两位好友叫上你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抽奖吧 中奖结果会在一周后公布 祝各位好运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这样能够帮助我做出更好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